股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15号周五复活节,美股休市一天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复盘 上次我们说美股,这是标普,会在这周里,在这个区间内震荡,这个绿色的线 它现在还是在震荡,只不过下了一个台阶 而上一周呢,它在这里震荡,0.5以上,这次就在0.382以上,在这个台阶上震荡了 即使这里第一九出现,它也仅仅是涨了一天 周四又跌回来,纳指也是一样 纳指在这里有两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小的,现在下面这个已经基本被吃掉了,回补了 表明下跌的威慑力消除了不少 下一步就看它能不能在这里止跌 上去补这个缺口,这需要很多的能量才能上去 很大的量,就目前情况看来,现在看来这里很像是一个符合头肩底 因为头部出现了两侧 画一下头肩底 这条线是颈线,以后会形成压力 如果真能形成头肩底,它向上反弹的威力要大于双重底 现在的问题是它能不能在这里止跌 我们看这些指标,现在能用得上的 KDG在这里,G为负值 它的30分钟KDG G值在20以下,挺长时间了 总之KDG呢,它有向上的动能 但是它目前还没有经差 再看CCI CCI呢,在这里被压平了 本来是要上穿-100的,被压平了 但是它的4小时图 CCI已经拐头向下了 当时呢,在这里,蓝线标注的地方 4月12号的时候,出现了底背离 你看,股价向下,CCI底部向上 底背离,表明要有反弹 但它也仅仅是反弹了一天 所以,我们要看大反弹 一定要看日线图的背离 如果是小时图的背离 保守一点说,只能说是日内有反弹 可以做daytrading 再回到日线图 CCI在底部 在底部的时间越长 就越说明它是底部 现在还不能说明这里 它就是底部 我们再看威廉指标 下面这里 是威廉指标 如果你先看了上一期 讲威廉指标 就会知道 如果威廉指标 三到四次触底 那么 向上反弹的几率就大 现在威廉指标 已经在触底 在这里 这个绿色的巨型在这里 触到了负100 它不一定非得说三到四次触底 那是大底 现在呢 我们这里是小反弹 根据前几次 这里的底 这里 这绿色的巨型这里 它们出底后都有反弹 在这里的W2指标的形状 跟这些相似度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它大概率要反弹了 最起码它也是技术性反弹 下面我们看反弹的时间窗 从这个低点出发的 菲波纳切数列 它的第25天指向了下周二 在这里 从这里这个高点 出发的菲波纳切数列 在这里的77天 也指向了下周二 我们这样看两个呢 它就比单看一个的准确率要高 既然都指向了下周二 那就注意下周二吧 我们再看四方图里的点位 我们看25和77 在四方图里的点位 25和77 它们在变盘日的点位上 它下周也有可能会跌破 这个0.236这个支撑 或者低开都有可能 但是幅度不会太大了 这个WR指标呢 它也可能就会在下面 再横向一下 就动画一点 也有可能 但是不会跌太多了 根据前几次呢 它都是要反弹了 所以我们得到结论 它目前是在底部震荡 随时会有技术性的反弹 时间窗可能是下周二 至于反弹之后会怎样 目前呢 大势不好 因为俄乌战争 愈演愈烈 加上国内的抗疫 上海已经封城 上海是国际性的大都市 势必对国际的供应链 造成打击 加剧通胀 股市是经济的情意表 表明大家不看好未来的经济 我们只能是走一步 说一步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次的回调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在这一次回调之前 在这里有明显的CCI的顶背里 价格上升 CCI向下 股价在这里如期回调了三天 然后反弹 然后又下跌 在这里形成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加上这个M顶 这右边比左边低 这就叫M顶 所以这个缺口向下的威力比较大 我们应该在这里 要减仓了 我们很多人都有多个账户 比如说RSP Tax Free 美国的 还有SlingEK 你要都撤出来 都显麻烦 是吧 你以后还要再买进去 那我们最起码减一下仓吧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里 我们不能急躁 我们看到CCI 要上穿付100了 这赶紧买了 买进去了 然后这CCI被压平了 这赶紧在这里又卖出去了 结果就是高买低卖了 我们大部分时候 很多人都是宁愿买错 也不愿错过 实际上这个地方 他买卖都可以 就是买进去了 他有一点点浮亏 下周呢 一反弹 你就又赚了 如果你在这里给他卖了 那你就不用承担风险了 等下周再看 当然呢 我们也能够卖在最高点 在这里 纳指已经在这里达到了0.618 这是第二阻力位 第一阻力位呢 是0.5 很多时候呢 大多数的股票 它反弹都能达到0.5 但是0.618经常是过不去的 在这里都要回调 我们看TQQ呢 它有点和纳指不一样 TQQ呢 它三倍的有损耗 所以 我们看纳指在这里就很明显 在0.5这里 它在这里犹豫了一下 横盘了一下 然后0.618就向下回调 直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0.618 这里就可以卖出它 卖在最高点 但是这些卖在最高点的人 接下来 大部分的人会在这里 会被亏了 会被套了 因为大多数人都有骄傲自满的心理 觉得在这里高点卖出了 已经赚了 一看到这里下跌了 觉得即使在这里买也不错了 价格也比最高点低了不少啊 就放松警惕了 比如说 在这里的小十字线 这里 它买进了 因为呢 这里是跳空低开的小阳线 是曙光出现 其实呢 它没有形成曙光出现 这里 第二天 它没有形成阳线 它接下来走出了一个阴线 这样呢 它就被套了 所以我们要想 卖在最高点 卖在最低点 事属不易 要克服很多 比如说 人性的弱点 当然还有 对股市的分析 观察能力 总结这些呢 就是为了给我们大家一些警示作用 在下一次下跌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时间卖 是在0.5还是在0.618 情况不一样 以及卖完之后 如何买进 在什么时间 什么点位买进 下面是个股分析 第一个是COST Costco 我们说美股 或者说美国经济 有两架马车 一个是科技 另一个是消费 以前呢 都认为消费的龙头呢 是奈飞啊 迪士尼啊 这些 现在看来是Costco Costco 主要是会员仓库的运营 它的产品 种类繁多 它的会员收费业务 是很大的一部分收入 另外它的经营类别 很多是刚需的 食品 辅助食品 服装等等 它也有平价的奢侈品 比如说iPad iPhone 人们都追求这些 时尚 有的人呢 没有iPad 他就没法过 所以Costco的业务盈利方面 很强的 它的PE目前是47 也不低 它从2010年吧 现在12年 它翻了15倍 和波克希尔 B股的差不多 比QQQ 稍差一些 但是在科技股 滞涨的时候 Costco这种价值股 就表现出了 它的韧性 它目前呢 还是多头结构 等到短线组回踩 长线组的时候 或者向上击穿 长线组的时候 我们再买入 长期持有 目前呢 它的风险 就是一是通胀 它的产品价格 会变贵 另一个是 目前的国际局势 上海封城 可能会造成 国际供应链的危机 它的Costco 有些电子产品 它的供应会受影响 上海现在港口封了 然后国内各大城乡的 高速公路也封了 这些最终会传导到这里 会影响到它的股价 比如说2020年3月 它也跌了不少 第二个是苹果 苹果是兼具科技股 和消费率股的特征 它的股价呢 在从其比较吧 从2010年开始 到现在翻了 它有将近30倍 它的PE是27 不算高 在前两年 大牛市的情况下呢 大家都不爱买苹果 会有这个Amazon 这些大蓝筹 因为它总是长得慢 但是现在呢 价值股要回归了 买这些呢 比较保险 下跌幅度也不大 它在这里 它只是在这里震荡 它现在呢 它是GMMA短线组 在围绕长线组 在震荡 威廉指标呢 显示了底部 我们可以 折抵买入 下一个是AMD 芯片类股下跌了很多了 我们看资讯 继英伟达之后 AMD宣布19亿收购 DPU 软硬硬件提供商 Pensado 正式布局DPU DPU呢 它是 继CPU GPU之后的新技术 它就是 数据处理单元 Data Process Unit 现在 好像只有不断改革 创新 才能摆脱芯片周期的魔咒 但是AMD 它先是收购了赛林斯 又收购了 刚才提到这个Pensado 收购方呢 股价下跌 也是正常的 我们如果想要避嫌呢 就等它反弹的时候 把它换到别的股 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Costco Boxir 大盘一好 它就会反弹 它目前呢 是威廉指标 显示了底部结构 几次出底了已经 我们耐心一点 看 AMD的筹码分布 全部被套 全红色的 现在一个消息 都能让它 股价再起来 炒的是消息 卖的是事实 下一个 JP Morgan 像银行 投行这些都是周期股 如果方向做反了 它就惨了 这些股 它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还是以前 我们说过 加息呢 它会增加投行的融资成本 他们也有融资做股票的业务啊 导致他们 盈利变差 财报 这次变差了 在这里看 它的EPS 交易期 少了0.06 是吧 财报 差了 这次 这里也是 跳空 低开啊 等大盘 等大盘好的时候 它就反弹了 能反弹多久呢 看它 在这里 向上突破 下降通道的时候 通道的时候 能否向上突破 下降通道 在这里买 风险比较小 下一个是LAC 上一次我们说 是在这里 是3月30号啊 我们说 LAC在这里 有顶背里 股价上涨 这个下降 它可能会有二浪回调 现在看来 它是有二浪回调 二浪回调的幅度 经常比较大 几乎达到一浪的70点 这次下跌了很多 这只股 经常有主力 在运作 或者说装吧 在这天 3月30号 和31号的时候 股市是下跌的 但是这两天 它是逆势大涨的 像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主力 在里边 没有撤出来 后面 在这里 4月1号 和2号 这里都是主力在出货了 拉高出货 看它的成码分布 这么多人被套的 有人 40 41追进去了 这一次 这一次我把它卖在了最高点 当时我看到是40 接近收盘20分钟吧 我当时没有卖掉 它显示的是一直是open 下面显示是ask for 39.6 背的是37 当时就一直是open的 我以为就没有卖掉 第二天 再去卖的时候 发现没有了 我就去查里边的交易活动 这种activity 一看已经在39.6 给卖掉了 这种情况也很少见 一般都能卖掉的 当时都能卖掉的 遇到卖不掉这种情况 可能是正遭遇主力也在出货 我又在这里买入了 是32 加仓是29 下周如果大盘好 它就能涨起来 下一个是BTG B2Gold 这是加拿大的一个矿 金矿物公司 我们关注它的时候是4.3 上一次我们说的时候 它4.6 现在4.97 这两天 股市下跌的时候 它是逆势上涨 我们说这种情况 它一般都是由主力在运作 都说乱世买黄金啊 这一波应该能到前高7点多 破前高 要等待GMMA 短线组 灰彩 长线组的时候买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请留言 复活节 愉快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